非常顺这个盘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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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大家好 今天我就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 这两把剑 这个是我们的新产品 第一剑 这个剑它们两个剑的那个 都是云制型的剑的 区别在于哪里呢 就是这个是礼仪剑 这个礼仪剑就是按照股股来防治的 那对于我们公司的角度来说 其实这些剑全部都是 使用型的剑 就算礼仪剑它也是使用型的 礼仪剑它的区别就在于 它这个第一个就是这个手 这个手柄 我们特别注意的一点就是 这个本身它是包平的 比较薄 可是我们想要把它 节省时间能够 达到这种 量产化的效果 我们也是一起主照 而且这个也是一个 高重化的效果 假如包铜的话 这个就麻烦 而且的话 就算是包铜 根据无敌管我们的经验来说 就算包铜 它铜皮太薄 它其实也是会有点 割手的 不是说一定包铜 只不割手 它这个高起来的 高起来一点呢 其实它是不会 很磨手的 也是很舒适的这个货感 它不会因为这里 涂起来的 只会割手 这个我们是要特别注意的东西 我们还有一款太阳刀 太阳刀现在 应当的人已经不少了 可是看到我们一定是得 要做好它 要调整好它 我们才会出货 那除了手柄 像其他生产 这个工艺呢 这个是钢铁砖具 就是不是钢 也是属于钢铁的类类 然后这个是铜 其实 从档池来说 很多人都觉得 这个档池会高一点 别说这个档池是高一点 没意见 可是 再从工艺的角度来说 钢铁的那个门槛会更高一点 因为它的前夕图更大 而且它的那个技术更高 更加工业化一点 铜的话它就可以 去小平量的去翻 去翻摩 是这样子的 所以不是说铜的 就一定高紧 是从技术角度来说 铁的那个门槛会更高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钢材的方面 钢材方面这两个都是 钢材方面这两个都是 钢材方面这两个都是这个门槛 我在这里稍微带一下 就是这个 钢 它不是说 化纹钢就一定是好的 化纹钢呢 它只是很多人觉得它好看 其实我们从使用的新人来说 这两个 这些的铁钢 它都是属于现代的钢 就是现在量产的这个化纹钢 所以呢 它也不是说像 那种白链钢那么值钱 再者一个就是说 从历史的角度来说 白链钢 化纹钢它不是一直都是很普及的 到后期的话到中后期的话 它也不是那么多的 特别是铁钢的 它化纹钢其实是不多的 综合了我们很多个厂家的意见 所以不是说化纹钢一定就好的 所以不是说化纹钢一定就好的 从性能角度来说 猛钢的性能对比化纹钢 还要认为会高一点 它猛钢是比化纹钢平均 能够高出3度左右 HRC 好 现在我们就来感受一下 这两个产品 在使用方面 有一些什么样的不同的体验吧 我们从舊道士去试一下 先就是追风 叫回头 那这个好轻薄 非常的轻薄 把手机选上 非常顺 非常顺 这个盘 非常的灵活 而且很努力 现在我们试一下这个 这个 这个也比较理我的 可是相对那个 它就会稍微的 稍微的重一点 稍微砍了一点 感觉就稍微顺畅度 跟高位相比的话 稍微欠缺的一点 不是很平坦的 再吸一个 先上它 再把它 再死了吧 原先 好 春时就到此完毕了 现在到这里观看 本期的主要是介绍这款新的产品 所以着重是砍这个新的铃剑 从这个方面来说 它虽然说是铃剑 它的那个使用功效还是很好的 不会很差的 可是呢 从真正的性能来说 整体的构造结构来说呢 还是我们使用新的这个剑会略生一筹的 盖在这一块条 预备 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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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